若你到泰国贾米附近旅游 有这样一处景点 移植外围的宣传牌上 展示巨人海骨的挖掘照片 顺着破旧的石梯 向着洞穴深处走去 就能目睹到这具海骨的真容 难道传说中的巨人真的存在? 它们的海骨是真是假 有人曾目击过这种生物吗? 今天老叔带你一探索巨人之谜 海骨曾在泰国引发轰动 还被当地的新闻媒体报道 它曾在一处天然洞穴内 入口处高度由170米 洞穴内有明显的开凿痕迹 而巨人残骸就安静地躺在乱石堆旁 这具远古巨人身高6.5米 全人被12米长的蟒石缠绕 骨架保存得非常完整 单颗牙齿就有普通人拳头这么大 一个大腿骨化石就长达120厘米 难道这真是一具巨人化石吗? 关于泰国贾米巨人的新闻 最早出现于2018年10月前后 20年巨人海骨的报道 重新成为网络热点 值得注意的是 4年间泰国口鼓界 并没有人承认巨人的存在 当老鼠在领览器上搜索这件事 就发现了这张图片 照片内的男子 正满脸微笑地站在骨架旁 他是台湾艺术家杜伟成 我们所看到的贾米巨人 并是他创造的艺术品 显然 这具巨人化石是伪造的 如果你经常在网上冲浪 应该也看过这段视频 相传 视频拍摄于二战期间的日本阅兵市上 镜头里的巨人在民众的簇拥下在街道行走 和普通人拍照时能对比出他的身高大约6米 当一群人吃饭时 巨人拉开门半躺着俯瞰众人 其实该视频出在2007年上映的电影《小日本人》 在特效的价值下才有了这段如此真实的巨人游街视频 看了以上这些伪造的视频 你还相信巨人存在吗? 难道没人目击到真实的巨人吗? 还真有 这名男子拍到了巨人的视频 随后意外猝死 别着急 我们下期接着讲 这是一段二年的巨人目击视频 雪山上有个人影正缓慢移动 按照距离估算 黑影有十几米长 目击者被神秘人跟踪 随后竟意外猝死 男子名为安德鲁森 他经常会在网络上分享自己的生活 2022年4月9日 安德鲁和朋友开始向着加拿大南部的 魏斯乐山市去 沿途 安德鲁发现雪山上有个黑点 他举手机拍下了这一幕 视频发布后 引来400万网民的围观 不少网友认为 视频中的小黑点是传言中的大脚怪 毕竟的确有人曾在雪山上拍摄过类似的生物 4月10日 安德鲁再次来到山脚下 想要查明巨型身影的真相 他拿起手机对雪山拍去 由于距离过远 手机胶段放大后出现明显抖动 但此时 山上早已空物一物 在全球各地 都有关于巨人的记录 比如古希腊神话中 以人为时的独眼巨人 也古代壁画中出现了巨人画像 除此之外 二人发现过巨人脚印画石 魏斯维士兰的某个小镇 有块岩石 清晰地记录了巨人脚印 脚后跟之大脚趾尖的长度 为1.3米 宁愿能看到五个胶指印 回到墨基事件中 4月13日 安德鲁通过询问附近村民 得知了上山的小鹿 他刚跑到半山腰 就被情报人员拦截 并且山路被临时封锁 非官方人员禁止入内 回到山脚下 无比惆怅的安德鲁 抬头巷者曾拍到巨人的方向望去 山顶上方 竟然出现一架 悬浮半空的不明飞行物 这又是什么 关注老树 我们下期接着聊 雪上顶上拍摄到人形怪物 用比例换算 他高达数十米 目击者接下来的遭遇 更加匪夷所思 他先后拍到不明飞行物 和直升飞机托运怪物 紧接着 目击者就被神秘人跟踪 被迫发布澄清视频 80天后 拍摄者竟突然离世 巨人目击事件 背后隐藏了哪些秘密 2022年4月13日 距离拍摄到巨人影像 已经过去三天 这天 安德鲁发布了两段视频 极其诡异 第一段视频中 他拍摄到 橘黄色的不明飞行物 飞船悬浮半空 长达数分钟 安德鲁猜测 他来自其他星球 居然要坐着飞船回家了 第二段视频中 有两架军方飞机 直升机的下方 好像拖拽着什么东西 由于距离过远 并不能看清楚 当天夜里 安德鲁开车上山 想一探究竟 由于保安 将他拦截了下来 自此以后 安德鲁的生活 开始变得不正常 4月16日 停了自家门口 当他出门 上去询问时 黑人突然加速 离开了现场 在这段视频发布后 安德鲁的账号 便停更了 王尔门纷纷猜测 他遭遇了不测 20天后 时间来到5月6日 安德鲁发布了一则 澄清视频 视频中的安德鲁神情紧张 不断开箱镜头外面 仿佛有人在威胁他 又过了10天 5月16日 安德鲁发布了一则短片 他慌张地说道 你们可能再也看不到我的视频了 我的视频都是真的 第二天 安德鲁上传了一段 名为军事的视频 原先发现巨人的位置 修建了一座堡垒 而这也是安德鲁最后一条视频 一个半月后 网友们在 坎贝尔利福近报 发现一则复告 照片中的人 正是安德鲁 老叔带大家梳理一下整起事件 安德鲁拍摄到巨人的公路 是耶路黑德公路 沿线有一块公路指示牌 顺着这条路向前走 就能通过地图软件 看到山顶处有的信号塔 安德鲁看到的巨人 很可能就是他 当更换不同的拍摄角度 信号塔便会消失不见 而他看到直升机吊着的物体 应该是棵树 这是当地最常见的伐木方式 在一些视频中 安德鲁的表现值得推敲 比如 他发现陌生车辆跟踪自己 为什么没有第一时间 记下车牌选择报警 而走出家门 拍摄视频 拨流量 当老叔仔细看安德鲁的账号时 发现他这个人 极其擅长表演 包括他的澄清视频 故意选用神奇紧张的画面 当作封面 其目的就是为了引起网友的注意 如果一切都是安德鲁策划的剧本 他的确赚取了流量 但谁又会用自己的复告 来博出位呢 再加上 乃解式的不明飞行物 令整起事件更加扑朔迷离 好了 今天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是老叔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